我是一名保姆,今年56岁,原先是在县城做居家保姆的,每年都有五万多块钱的收入。 因为我还有一个常年患病的丈夫,连吃药带打针的,一年的费用也不小,我必须出去挣钱,以补贴家用。 四年前,我婆婆患上了脑梗,并发症还很严重,走路时腿脚也不是很利索,加上她年岁大了,基础疾病也多,整个人的日常起居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 我有两个哥哥,但是都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平时也不方便来照看我婆婆,我丈夫就和我商量,让我把婆婆接到我家,这样一来,他和我婆婆都得照应,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我那两个大伯哥知道我很辛苦,为这事还特意回来一趟,对我和我丈夫的付出与孝道表示感谢。 自那以后,两个大伯哥主动每个月各自拿一千五百块钱以表心意,一千块钱是给我婆婆的养老费,五百块钱是给我的辛苦钱。 我说我不要辛苦钱,为啥呢? 因为我家住在县城,我有退休金,我老公再过几年也就退休了,也能开个四五千块钱。 相比之下,我的条件要比那两个大伯哥好得多,他们都有车贷和房贷,压力着实不小。 我在拿他们的钱,心里总是过意不去,更何况,孝顺老人是义务,谁有条件,有时间,谁就多做点呗,这有啥好攀比的呢? 可是,两个大伯哥非要给,无奈之下,我把他们俩每个月给的总共三千块钱,都给了我婆婆。 我婆婆也没推脱,都让我按月,按时,全额存入她名下的银行卡中。 婆婆虽然有脑梗的病,但是由于我的精心照料,她恢复得特别快。 婆婆有一个爱好,就是爱养花,家里窗台上全是她试弄的花花草草,足有二三十盆,她最爱的就是那棵发财树,养了也很多年了,来我家时特意从她家带来的。 婆婆身体逐渐康复之后,她就不怎么依赖我了,有时候自己可以下楼转悠,还经常一个人去河滨公园溜达。 我见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心里非常开心。 可是有一天晚上,婆婆上楼后就崩溃大哭,她说,跟了她三十多年的祖传翡翠戒指丢失了,还不知道啥时候,在哪里丢的。 急得她在屋里团团转,多次让我马上给两个哥哥打去电话,告诉他们一声,并且让我和我丈夫陪她去河滨公园找找,并让我将寻找戒指的过程,拍成视频发给两个哥哥。 要说,我这个婆婆呀,哪哪都好,就是有点偏心于两个大伯哥。 我就这么伺候她,连保姆的工作都不干了,一个月少挣四五千块钱,就为了留在家里专职照顾她,她对我却从来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相比之下,总是对两个大伯嫂虚寒问暖,电话没少打,视频没少连,跟她的两个儿媳妇说话,那可是全是甜言蜜语,关心的话语一火车。 说实话,听得我都有些妒忌,因为丢失了祖传翡翠戒指的事,婆婆在视频里,和两个大伯嫂好顿哭,那种伤心欲绝,满是自责的样子,让人看起来无不心生怜悯同情之意。 两个大伯嫂,很是开明,总是好言相劝,妈,咱们都想开点,不要再伤心难过了,更何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寄予您的这件宝贝,丢就丢了,正所谓,采取人安乐,无宝,一身轻。 渐渐地,婆婆也就释怀了,我们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 其实,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所有人都上了很大的火,我们都很清楚,那美翡翠戒指可是我婆婆娘家妈妈传下来的,那可是她的命根子啊,她的价值本身,已经超出了市价二三十万的价值本身,那是念想,更是传承。 出了这么大个事,能不心疼吗?婆婆在我家,什么活我都不让她干,哪怕是擦个灰,洗个菜,可唯独我拦也拦不住的,就是她饶有兴趣地试弄她喜爱的那些花花草草。 我跟着她也学会了煮黄豆欧肥水,剪枝打顶,空光催花。 我和她谈论这些花花草草时,婆婆总是特别嘱咐我, 秀儿啊,一定要把那棵发财树养好,养大,以后即便我不在了,什么花花草草都可以丢弃,唯独这棵发财树,你可不要给我扔了呀,它可是妈的命根子啊。 看来我婆婆真是不知道,我最不喜欢花花草草了,平时做居家保姆的时候,每天到晚累得够呛,哪有心思摆弄这些花花草草呢? 尤其是夏天,花图里总长出小虫子来,飞得满屋子都是,太烦人了。 可这有啥办法呀?婆婆喜欢,我哄她开心就是了,俗话说得好, 婆婆也是妈,关键时刻省亲妈,只要她老人家顺心快乐,安享晚年,我们当儿媳妇的,也就心安理得,别无她求了。 没事的时候,我就在想,想想就不自觉地哭了。 看着婆婆的背影,我总能想起我的亲生母亲,如果她还在,还能疼我,我该更幸福了。 我没了亲妈,十多年了,我婆婆待我如亲生女儿,虽然她嘴上从来不夸我,但我心里清楚,她的内心,把我看得比什么都重。 婆婆在我家待了整整四年,我辞去居家保姆的工作,陪伴了婆婆四年,我们没有扮过一次嘴,没有红过一次脸。 我们婆媳之间,关系融洽,亲如母女。 可人生就是这样,哪有那么多的岁月尽好,尽善尽美。 就在上个月的十一号早上六点半左右,我见婆婆迟迟不起,便去她的房间看了一眼。 可这一看,竟是我们婆媳的永别之时。 婆婆在睡梦中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她的去世,让我痛心疾首。 我忽然想起来,婆婆去世前的头一天晚上,和我聊了很久,她平生第一次夸过我,她说,秀儿啊,你知书达理,笑道贤惠,我在你家这四年,很舒心,也很很知足,我老儿子如今也退休了,你们俩都有退休金了,养老不是问题,倒是你那两个大伯哥, 也就是我那两个不争气的大儿子,二儿子,压力很大,我心里很是惦记,就算死了,也放心不下呀。 秀儿啊,如果我有那么一天,你听妈话,不要和你那两个大伯嫂斤斤计较,就算我给他们多分点遗产,你也别和他们产生纷争,人都不容易。 妈是明眼人,谁付出的多余少,妈心里门清,我只有一事相求,日后我要是身体出了状况,你可一定要帮我把那棵发财树给我试弄好啊,就算你养不好,死了,也千万别把花盆扔了呀,那花盆是景德镇的,可是值几个钱的呀。 看见婆婆睡一觉,就去世了,我肠子都悔清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平常没说过这么多话,甚至一句好话都没夸过我的婆婆,和我说了那么多,竟然是诀别。 我怎么就没想到,我泪如泉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更是无法释怀。 婆婆去世后,我和丈夫一商量,尊重婆婆遗愿,将婆婆留下的所有遗产,现金八千四百块钱,还有一座房产,是个单式,不值什么钱,满打满算不过六万块钱,都给了两个大伯哥。 婆婆在我家生活这四年来,两个大伯哥每个月孝敬她的那一千五百块钱,我没要一分钱辛苦费,都如数还给了他们,每家是七万两千块钱。 为此,两个大伯哥,大伯嫂感激涕零。 为了缓解悲伤,实在闲不住了,我就出去继续做我的居家保姆,临走前,让丈夫好好伺候那棵发财树。 可是一个月后,丈夫来电话说,她浇水浇大了,发财树烂根了,她又抬不动那个大花盆,让我抽空回家收拾一下,把破破烂烂的枝条送进垃圾箱。 等我回家时,抠出花盆里的土,大吃一惊。 花盆里竟然藏着一个牛皮带,里面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好奇地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那枚婆婆戴了三十余年的祖传翡翠戒指。 看到那枚戒指,我才真正懂得了婆婆的良苦用心,也真正才明白,为什么婆婆总是叮嘱我收藏好那个花盆,说那是她的命根子。 我跪在婆婆一向前,我不停地抽气,嘴里喃喃自语道,妈,妈,愿阿姨的婆婆真是用心良苦啊。 愿阿姨四年如一日,用耐心和斥诚,把大爱写满了整个婆婆家的架势,尽自己之温暖,行孝道之家风。 没有一句怨言,不畏一己私利,其孝心可圈可点,而她的婆婆更是有心,先是退回了两个儿子给的所有养老钱,用心怀感激的想法、设法,有效规避了儿女纷争,把最值钱的祖传翡翠戒指,留给了无怨无悔, 伺候她四年的小儿媳愿阿姨。 这种双向奔赴的爱,在婆媳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说,婆媳关系不好处理,其实不然,如果彼此的心里都装着对方,处处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做事情,又何来矛盾可言? 愿我们的格局都大点,再大点。 要知道,您让别人好过,实际上就是善待您自己。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爸妈的装穷教育。 我相信爸妈的话,以为家里穷,小学开始就捡破烂换钱,烧大些就打零工赚钱。 长大后,我因长期营养不良快累死时,才发现他们开公司,住豪宅。 爸妈说,反正我也活不久了,不如将眼角膜捐给客户受伤的儿子,还能为公司拿下订单。 这算盘打得啪啪响,既然他们爱装穷,又怕穷,那我就让他们变成真穷。 妈,姐姐好脏,好臭,像个乞丐。 我弟孟伟一身名牌,笔疑地看着我。 我妈上下打量我后,一脸不悦,你不是说月薪六千了吗? 穿成这样回来给谁装可怜呢? 我从包里拿出医生诊断书,放在桌上朝他和我爸推了过去。 医生说我因严重营养不良,导致肾衰竭,活不了太久。 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廉价的衣服,抬头望向我妈,我现在的工资是六千,但从工作开始,每个月都打一半钱养你儿子,我哪有钱打扮自己。 孟伟冲过来对我大吼,你胡说,是爸妈养我的,谁花你钱了? 他出生没多久我就上大学了,为了省路费,我爸妈让我没事不要回家。 大学四年,寒暑假我都在打工中度过。 孟伟上小学那年,我才大学毕业,刚找到份实习工作。 我妈拍视频让我看她在小区捡瓶子,还说孟伟向我小时候懂事,直到为父母分忧。 我妈隔段时间都会发孟伟的照片给我,哪怕我们姐弟俩没真正在一起相处过,她从窦丁到男童的变化也让我有参与感。 从我记事起,就被父母灌输家里穷,不能乱花钱的思想。 我从小学就开始捡破烂换钱,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是听我爸妈说,饭桌上这个菜是用我赚的钱买的,那个肉是我赚的。 年幼的我在父母的引导下,认为这种为家庭奉献很是骄傲。 但是过程却很痛苦,从小到大都被同学看不起,叫我破烂王。 我看到孟伟又要走我小时候的老路,主动提出负担她的生活费。 实习结束后,我调到最累,拿钱最多的岗位。 本来我想着一个月给我妈两千,足够孟伟的开销,毕竟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年也用不了这么多。 结果她隔三差五说,她要打疫苗、预防针,还有各种开销。 我一提出异议,她就说要让孟伟去捡废品赚钱,最终总是我做出让步。 我为了节省开支,在食堂吃饭,只赶点衣道、素菜,就着馒头吃,当月末钱不够花,就只吃馒头。 工作三年,我连过年都不休息,替同事值班可以拿三倍加班费。 几天前,我晕倒在岗位上,医生说我因严重营养不良,引起肾衰竭,影响我的寿命。 临死前,我想见见家人,便辞职回去。 没想到,我家房子居然被爸妈租了出去,我打听后才知道,租客在我上大一那年,就搬了进来。 我打电话给爸妈说自己生病快死了,想见见他们,按他们给的地址找去后,才发现是一个高档小区。 我爸妈对于搬家这件事,只是轻飘飘一句,见我这么久没提回家,就忘了跟我说换房子的事。 紧接着孟伟跑过来,说我身上有臭味,现在又说没有花我钱。 我正想出言对他,我爸手拿着病例走到我身前,这病例是真的。 他一把握住我的胳膊,现在我们就去医院再做个检查,万一诊错了呢? 我还来不及感动,就看到我爸眼底的兴奋,绝不是为我担心,反而像是高兴我活不了多久。 这时,一段前世的记忆冲到我脑子,我忍不住全身颤抖,直至晕了过去。 我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我爸妈见我醒来,连忙安排我做体检,还做了一次眼部地检查。 他们拿到我的检查结果,激动地哭了。 你们这么开心,是我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吗? 哪怕我有了前世的记忆,还是忍不住想再试探一下,我总认为那是长梦。 事实证明,那不是梦。 是真的。 我爸如同前世搬给我说公司,现在遇到些问题。 合作方老总的儿子出了意外,需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北威,爸爸妈妈这些年在物质上是亏待了你,但我们初中也是为你好,想让你珍惜钱来之不易。 我爸说的理所当然,既然你身体已经这样了,不如将眼角膜捐给小几总,促成我们和济世的合作。 要是没有那段记忆,我会像上一世那样痛哭流涕地质问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哪怕医生定了我的生死,但是他们一句让我治疗的话都没有。 现在我深深吸了口气,我答应你们,不过我在手术前,要签个断绝关系的协议书,手术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我的后事也不需要你们帮我办。 北威,你这样说不是扎爸爸妈妈的心吗?我们是爱你的呀。 我妈从旁边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这时,一个自称赵书的中年男人走过来,说他家小几总想见我。 上辈子没有发生这一幕,不过前世记忆中那个小几总是我认识的人,说不定也是个转机,我立马点头同意。 我爸把我拉到一边,保证只要我答应做手术,会接我回家照顾。 我心里清楚,就算我不答应。 他也会想办法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还不如当着赵书的面跟我爸谈条件,只要你和妈答应与我脱离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将眼角膜捐出来,就当还你们生恩了。 你疯了吗?说什么胡话呢? 我爸一脸惊讶,站在旁边的赵书咳了声,示意我跟他走。 赵书带我到VIP病房套间,他在客厅等着,让我独自进里面的病房。 我推门进去,一个眼神空洞的年轻男人面对着大门。 听到我的脚步,他朝我的方向问道,孟贝薇,我走到他跟前端想,你是几青? 还以为你早忘了我。 他笑道,有谁会忘了给自己取绰号,取笑自己的人? 我装作记筹般咬牙。 事实上,在我面前的这个沉稳的男人,和十几年前那个嚣张少年完全不一样。 前世在手术当天,我逃出医院却遭遇车祸。 我父母赶来阻止其他人对我进行抢救,只等我死了,将眼角膜捐献给了合作方的儿子换取订单。 我的灵魂一直跟到手术室,直到受捐者发现眼角膜的来历大发雷霆。 那时我才知道,他是那个从小嘲笑我的同学几青。 上小学时,我最害怕下雨,因为小雨伞太小,根本盖不住妈妈用旧衣服给我做的书包。 雨水一淋,里面的课本就湿了。 我想要个防雨小书包,我妈却说给我买书包就没钱吃饭了。 我决定自己赚钱买,放学后就去捡瓶子、纸箱,存多了卖废品换钱。 没想到,有字简瓶子被同班的几青看到,给我起了破烂王这个外号。 他将书包里的蛋糕丢到我面前,这么难吃又便宜的蛋糕,也就只有你会在店门口流口水看。 同学在旁边起哄地叫我破烂王,我气红了眼,低头朝着几青撞了过去。 现在想来也是那次,我爸才与几青家人认识。 正在我回忆时,听到他的问话,你是怎么想的? 要活体给我捐眼角膜,我劳累过度又营养不良,导致肾衰竭。 我爸妈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为了你家的订单,让我将眼角膜捐给你。 你是不是傻?自己都累得快死了,还想着你爸的生意? 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一直在骗你家里穷? 他一脸的嫌弃,就像小时候嫌弃我捡破烂一样。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你现在需要眼角膜,我一直给你也算做件好事。 我叹了口气,再说,就算我不同意,他们也会制造各种意外,都是一死,还不如让你重见光明,我也能借机与他们脱离关系。 良久,季青朝我伸出手,合作愉快。 季青说,我的体质现在做不了手术,找来营养师为我量身定制食谱,让我有种带养胖后再杀的错觉。 他还找了律师,询问我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协议怎么写比较好。 一切准备就绪后,律师和我一起去我家,跟我的父母交涉。 他们一见到我就急着问,你怎么回来了? 手术没做? 我的身体现在不适合做手术,小几总让我养断时间。 我从包里拿出合同,还有与律师起草好的协议,一起递了过去,这个项目现在是小几总的堂兄负责。 签了协议后,小几总会和他说, 我妈上前拉住我,妈妈知道这些年你吃苦了,但也不能耍性子啊。 你看看网上多少富二代不学好被抓,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你好,怕你挥霍钱。 挥霍? 我怎么也想不出他会这样说,妈,凭良心说,你和爸养我花了多少钱? 从小学开始我就卖废品补贴家用,初中我做零工赚学费,高中、大学都是拿的奖学金。 孟伟上小学开始,我每个月从两千到现在会三千给你,可以说,你们养我分文,为花还道赚吧。 现在,你们为了拿到济世的合同,让我捐出眼角膜,我用它换自己的自由不过分吧。 我低吼。 孟伟走过来,一脸不耐烦,姐,你能不能别闹了? 做完手术,你就是个瞎子,爸妈让你回家,还不是为了照顾你。 我环顾他们住的大平层,照顾。 这个房子有我的房间吗? 看我爸妈尴尬的表情就知道,他们连个房间都没给我准备。 我不想再跟他们客气,行了,既然你们没把我当一家人,还在这桩什么? 不会是想着我在手术中就挂了。 到时再利用我的丧事捞一笔。 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怎么能这样想我们? 我爸眉头紧锁。 话我放这了,想要合同就先把协议签了。 我还了你们的生恩,以后再无关系。 见我态度坚决,我爸提起笔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 我妈和孟维也过来签字。 签完后,我妈道,贝薇,手术后你要是后悔了,给妈妈来电话,我随时去接你回来。 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看向她,因为我是女生,你们才这样对我吧。 你当年拍孟维捡垃圾也只是摆拍,不过是为了让我回忆小时候的日子,自愿拿出工资给你。 现在我们也断绝关系了,以后再见就当陌路人。 我说完转身离开,孟维在我身后大喊,以后爸妈会更有钱,希望你到时别后悔缠着我们。 怎么可能后悔? 不管他们签不签那份合同都会破产。 这几天我不断梦到前世,季青并没有下。 季青的堂兄季则想要夺走他的功劳,甚至想要置他于死地。 季总不信自己亲手养大的侄子会这么狠,总是说季青多心了,为此父子俩有了隔阂。 这次季青出世,也是季则在背后搞的鬼。 所以他就假装失明。 想借着这个机会让父亲看清季则的真面目。 季总不知道儿子是在装瞎,当我爸提出用我的眼角膜换合同时, 季总怕季青不愿意要活人身上的眼角膜,就没有告诉他。 当医生通知季青要做手术时,他无意中知道了真相。 季青怎么也没想到,银装瞎竟然会害死一个人, 哪怕那个人是他从小七五大的。 他在揭穿了几则的真面目之后,就开始报复我爸妈。 我也没想到,从小欺负我的季青竟然会为我报仇。 季青对我坦诚自己是假装失明后, 我也想他说出自己的计划,让我爸妈破产。 我想要看看,当他们成为真正的穷人时会发生什么。 几天后,我结束了治疗正准备回病房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销售的男人。 季青事先给我看了几则长大后的相片,我一眼就认出这男人是他。 当年,大我们一级的几则放学后,总来找几青,还老替他向我们道歉。 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几青喜欢七五同学,嚣张跋扈。 我最近仔细回想,几青似乎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哪怕当初他把小蛋糕扔给我,也没有叫我破烂王。 现在我长大了,经历的人与事也多了,回想当初季青的举动,更像是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善意。 反而是几则当时在旁边大声喊,哪怕这位同学捡垃圾,堂弟也不能叫他破烂王啊。 旁边同学跟着起哄叫我破烂王,我就以为这个外号是几青起的。 几青跟我说了合作的时候,断定几则一定会来找我。 只要我不坐眼角膜移植手术,我父母就拿不到这个项目。 一旦记事自己做这个项目,肯定会出现问题,几则就可以将责任推到几青的身上。 我已经做好了与几则见面的准备,但真正见到他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紧张,生怕被他看穿。 孟贝薇,真的是你。 几则笑道,刚才看到你的时候,还有些不敢确定。 我没有回应,直接越过了他。 你父母告诉我,你想为季青做活体眼角膜移植。 他满眼都是担忧,拦下我。 我一把将他推开,别乱说。 他们怎么会跟你说这些? 我知道大伯一直想帮季青寻找合适的眼角膜, 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丧心病狂,拿项目来强迫你进行活体捐赠。 这是犯法的。 我看了几则一眼,没有说话。 几则凑到我身边,用充满诱惑的声音说,你甘心吗? 从小被我唐力欺负,现在连眼角膜都要被他抢走。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你不也是看不惯季青吗? 还从小就毁了你的名声。 哪怕你在季总面前表现得再乖, 他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肯定比对你上心。 我挑眉看他,就算你心里有怨气, 也只敢装偶遇我, 再用言语挑唆让我不要捐言角膜给季青。 几则哪怕只是季总的侄子, 也自认高高在上。 现在被我拆穿他的真实想法, 就像是被人踩了尾巴一样,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你再不甘心也得憋着, 就像我不甘心当个盲人, 为了父母的公司, 我不得不妥协。 我说完转身就走。 很遗憾, 哪怕你肯当瞎子, 你父母也没办法赚到钱。 几则得意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作为学长, 我要提醒你, 即使你捐出眼角膜, 你的父母也不会因此受益。 我没有回头, 直接走向住院部。 几清早就在他病房门口等我了, 见我过来, 对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然后让我进去。 他笑着指了指面前的监听设备, 你和几则刚才的对话, 我和我爸听得一清二楚, 这次几则蹦跌不了几天了, 那个项目也黄了。 老爷子走之前, 让你放心在医院养病, 所有费用他全承担了, 你身体好后就可以到济室来上班。 你是心满意足了, 我爸妈却也逃过了这一劫。 想到这我就有些郁闷, 以我目前的实力, 想要我爸妈破产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 如果既是出面帮助他们拿到这个项目, 一旦我爸妈破产, 他们就会抱着既是的大腿不放。 我想起前世纪清查到我爸妈账目有问题, 便请他出手帮我调查清楚, 然后写了举报信到工商局。 没多久, 我妈就找到医院。 贝薇, 看到你, 妈妈就放心了。 我妈一进来, 就想拉我, 这才几天, 你都瘦了, 跟妈妈回家吧, 我好好给你补补。 我避开她伸来的手,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妈一脸难过, 贝薇, 刚开始知道你生病的事, 爸妈也很难过, 但是生老病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公司在转型, 你爸知道小姐总找不到合适的眼角魔后, 才想出了这个办法。 我们得知小姐总是在装瞎, 都很开心。 后来几则入狱, 合同也没签下来, 我一有时间就来看你了。 我哑然失笑, 他们打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才来找我的吧。 即使当初签约的时候, 前提条件就是我将眼角魔捐给季青, 既然她现在不需要, 那即使也没有必要继续履行口头协议了。 我妈脸都绿了, 是她自己装瞎, 又不是你不捐, 这不是耍咱们玩吗? 小姐总装失明是为了抓那鬼, 你和爸装穷是为什么? 我小时候怕吃太多把家吃垮, 每次都在幼儿园吃撑才回家。 我一步步逼近她, 我的眼角魔还在我的眼睛里, 你们只是失去了合同, 就觉得被骗了, 那我呢? 我上小学后捡废品换的钱, 给家里买菜, 买肉。 你总夸我懂事, 却从来没看看我的脚, 我为了多赚几毛钱, 不行一小时去废品占卖废品, 脚上磨得全是水泡。 我读大学到工作这七年来, 你和爸一直说来回路费贵不让我回家, 你们有想过每年的除夕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对着咱家老房子的方向, 吃着泡面。 你们呢? 住豪宅, 吃大餐, 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忍不住低吼。 贝薇, 你别激动。 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教你懂得生活的不义, 你能理解爸妈妄女成凤的心情吗? 我妈一脸理直气壮。 我不想再听她解释, 直接说这次来有何贵干吧。 我和你爸都知道了, 这次小吉总抓出几则这个内鬼, 你也出了力。 既然那个项目黄了, 能不能让小吉总重新给我们一个项目? 我打断她, 当初我用眼角膜换计清江合同给你们, 已经将生恩还了。 至于你们认为的吃亏, 真要把那个不赚钱的项目拿下, 我爸的公司现在就已经破产了。 话不是这样说的, 不管怎么样血缘是断不了的, 我们始终是你的亲人。 我和几青没有任何关系, 人家也压根不需要我的眼角膜, 还看我可怜给我请医生, 对我来说是有大恩, 我凭什么还要提要求? 她欠我的吗? 这间VIP病房的价格可不便宜, 如果不是对你有意思, 她会舍得。 等以后你们结婚了, 她还得叫我一生岳母, 现在邦邦家里公司怎么了? 我妈说得理所当然, 我气得将她赶出病房, 这话传到几青耳朵里,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误会。 第二天, 我复查后,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我跟几青说想去济世集团上班, 她很快就让人给我安排了一份轻松的工作, 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 以为这样就能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可没过多久, 我父母就把这一切都给搅乱了, 连带着季青, 整个季氏都被牵扯进来。 这天, 我去公司食堂打饭, 平时对我照顾有家的打饭阿姨看到我后, 将饭勺颠了又颠, 打到我碗里的菜少得可怜。 就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 打饭阿姨的嘀咕声传到我耳朵里, 亏我们一直看她瘦, 看她来打饭就多给, 没想到是个白眼狼, 连自己的爸妈都不要。 可不是, 这么干把瘦的女孩也能攀上小几总, 还坑得自己父母公司破产。 我端着餐盘走到有空位的餐桌前, 原本做那吃饭的同事立马起身离开。 这时, 季青端着餐盘走过来, 说发了链接给我, 让我看看。 我点开链接, 是一个关于不孝女的帖子。 整天都是写父母用心良苦装穷, 培养女儿, 没想到他们有了二胎后, 她就认为父母重男轻女。 女儿长大后攀上富二代, 因恨父母装穷就联合富二代, 整垮他们的公司, 并签下段绝关系的协议。 帖子只字不提, 我爸妈让我把眼角膜捐献给寄清的事。 很快, 这帖子就上了热搜, 有网友说都这样了, 这对父母还保护女儿没有公开她的身份, 可见他们多爱自己的女儿。 一字称知情人的网友发表评论, 这对父母就算是在装穷, 也同样跟孩子住在那个破旧的小房子里, 直到他上大学。 那房子夏天通风不凉, 冬天室内比室外还寒冷。 他们要是真的不在乎这个女儿, 完全可以把她送到农村老家, 自己住回豪宅。 这条评论很快就成为热评, 有网友说楼主肯定是熟人, 因看不下去我的所作所为, 才会站出来说我家的艰苦条件。 还有人说我爸妈明明有车, 有房, 有公司, 却能装成普通打工人, 足见他们对我的良苦用心。 很快, 有网友查到我是济世集团的员工, 还有我的个人资料。 食堂的阿姨和同事们知道后, 对我的态度都变了。 还没等我做出反击, 我爸妈发了视频。 我妈哭着说, 贝薇, 你小时候上街见什么都想要, 我们是怕你长大花钱, 没节制才装穷的, 爸爸妈妈爱你, 才会与你一起吃苦。 我在你长身体时, 还特意做红烧肉, 鱼, 虾这些荤菜, 给你增加营养。 现在你与小姐总在一起, 就要和我们断绝关系, 妈妈心痛啊。 我妈嚎啕大哭, 我爸边安慰她, 边拿出手机。 她做出难过的样子, 女儿, 那天你来家里要与我们断绝关系, 我不小心按了录音键, 虽然只录了一句话, 但听一次就伤一次我们的心啊。 我爸按下播放键, 里面传来我决绝的声音, 话我放着了, 想要合同就先把协议签了, 我还了你们的生恩, 以后再无关系。 我爸指着我妈, 当初你妈妈生二胎的时候, 已经四十多岁了, 你弟生下来就体弱了, 如果多病, 我们这才在你上大学后, 就回到大厅层住。 贝薇, 你从小几总那里知道了, 我们在装穷, 觉得我们重男轻女, 想要断绝关系, 爸爸妈妈都能理解。 我爸擦了擦眼角, 我们是没给你提供物质上的享受, 但爱你的心一直在, 以后你在小几总那受了委屈, 家里的大门一直向你敞开。 在我爸妈堪比影帝影后的演技下, 我成为还没嫁进豪门就嫌弃父母的老女。 哪怕已经有了前世, 他们对我见死不救的记忆, 现在他们恬不知耻歪曲事实, 仍旧让我出奇愤怒。 家里就算做荤菜, 大部分都让我爸妈吃了。 他们虽然跟着我住老破小的房子, 但是隔三差五两人就说要出差, 将我独自放在家里。 尤其我妈怀上弟弟那年, 她说和我爸要去外地工作多赚些钱, 现在想来, 他们是住大平层, 让我妈养胎吧。 高三对我来说最为关键的一年, 我爸妈一直以在外地上班为由没管过我, 只每个月寄三百元生活费给我。 别人家的父母在给高三学子做营养餐的时候, 我只能在食堂吃五毛钱的馒头和一块钱的凉拌菜, 因为那三百元不仅仅是我的饭钱, 还有家里的水电费都在里面。 了解我家真实情况的人, 在网上帮我说话, 却被疯狂的网友攻击谩骂。 没多久, 几青将调查到的结果告诉我, 那些偏听偏信的网友有一部分是我爸妈买的水军。 我爸妈将我和几青捆绑在一起, 使济世的竞争对手放出话来, 只要他们抹黑济世, 就能拿到上千万的项目。 同时, 济世的竞争对手也成绩将这件事搞大。 几则父母双亡后, 他被济总收养现在又坐牢的事也被翻了出来, 爆料人着重强调了济青为陷害济泽, 假装失明的事。 我爸妈请的水军造谣济青与我谈恋爱, 他家不愿意要穷亲家, 所以让我与家人断绝关系。 一时之间, 我、济青、济世都上了热门话题, 被骂得狗血淋头。 这篇帖子不仅让我和济青身败名裂, 还让济世的骨架打跌。 就在事情到了最坏的时刻, 我和济青拿出手中的证据。 济青当初查到我爸妈要拿我的眼角魔幻合同时, 就已经在医院病房放了录音设备。 等他们送我进医院, 医护人员将我安排住进济青事先安排好的病房。 济青不仅将我爸妈让我活体捐言角魔的录音拿出来, 还找到我原单位的同事帮我证明这三年来, 我在单位的工作情况。 原食堂打饭阿姨也拍了视频, 帮我澄清, 贝薇这孩子为了省钱, 经常喝免费的汤配馒头。 他觉得占了食堂的便宜, 只要有空就帮我们打扫卫生, 网上有人说他是白眼狼, 这我真不信。 我随后拿出这些年来给我妈转账信息, 还有她在微信上给我哭穷的聊天记录, 一股脑传到网上。 几青说出当初装失明是想看看几则究竟要做什么, 并拿出几则谋财杀人的罪证。 他表示, 在得知有人要活体捐言角魔, 便第一时间找人调查, 才得知那个人居然是其小学同学。 几青知道了我的病情之后, 就安排医生为我治疗。 我把之前医院的体检报告和我现在在医院的治疗, 康复过程都上传到网络上。 大家才知道原来我有生的机会, 只不过我爸妈不想出医疗费, 让我顺其自然地等死。 原本已经成为众矢之地我们, 成了真正的受害者。 我爸妈让我活体捐言角魔, 实在是太劲爆了。 一些水军甚至还晒出了我爸妈请他们来黑我的证据。 直到真相后的网友纷纷向我和季青道歉, 季氏的骨架也开始回升。 没人愿意和我爸妈合作, 他们破产了。 我爸妈不用再装穷, 还完债后成了真的穷人。 我知道他们会将这一切怪到我头上, 却没想到最先找来的居然是孟伟。 下班后, 我刚出公司就被孟伟拦下。 快十三岁的孟伟比我还高, 还壮, 他一把抓住我, 你这个白眼狼, 都是你在网上胡说八道, 我们现在搬回到那个老房子住, 你开心了。 妈都快被你给气死了, 都怪你, 害得我们连个小保姆都顾不起, 你得回去给我们做饭洗衣服。 同事想上前帮忙, 孟伟就大喊有人欺误孩子, 还喊着要报警。 这时, 孟伟身后的一位中年妇女打电话报警, 说有个年轻女孩被人绑架了。 我的同事健壮对孟伟说, 从体型上看, 你姐比你还像孩子, 你就别装可怜了。 孟伟威哪是我姐, 我妈说她就是个傻子, 是给我们赚钱的工具。 孟伟到底还是个孩子, 被人一击之下, 就将我父母常对她说的话说了出来。 我和围观的人都沉默了, 哪怕我早就知道真相, 还是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越哭越难受, 我坐在地上, 如同小兽般低吼, 哪里是什么装穷教育, 不过是重男轻女的借口罢了。 这时, 一个清脆的女生想起, 那你与父母断绝关系, 也是因为对她们死心吗? 为什么之前没怀疑过? 我从小就捡废品, 看人脸色, 从初中开始寒暑假, 就打零工, 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 怎么可能对我爸妈没有怀疑过? 我没有看清来人, 只是顺势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过是太渴望家庭的爱, 自欺欺人地 以为他们还是爱我的罢了。 我说完才反应过来, 抬头茫然看着眼前的一身, 职业装的女人, 你是谁呀? 她将工作证递到我跟前, 我叫王萌, 是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你父母打我们台的热线, 说你不笑, 我来的时候, 正看到你弟弟拦住你。 从王萌的反应来看, 他似乎并不是站在我爸妈那边, 你们家的事我在网上看到了, 所以你父母打热线过来, 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们, 而是想先与你沟通一下。 孟萌听到王萌是我父母找来的, 便冲他嚷嚷着 要不是我这个白眼狼, 家里也不会破产。 王萌见状, 说带我去见我父母调解一下, 孟萌更是得意地在前面带路。 我不知道他是敌室友, 正在犹豫时, 就看到几青在人群中冲我点头, 又做了个吃饭的动作。 我们能吃完饭再去吗? 我身体还没有恢复不能挨饿, 现在去见我爸妈,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 孟萌也喊着饿了, 我见王萌点头同意, 就带他们去公司附近的苍蝇小馆。 虽然公司的伙食很好, 但我更爱这家的素面, 主打一个价格低廉。 不出所料, 这个地方被孟萌嫌弃, 喊着要换一家, 我没有理他。 老板娘一见我就问是否还是老样子, 我点点头。 王萌说要和我一样吃, 孟萌却要一碗盖焦饭, 还要加份肉。 我瞟了他一眼, 你不是说爸妈破产了吗? 你哪来的钱吃肉? 这不是由你吗? 你是我姐, 还不能请我吃顿饭? 我凭什么要请你吃饭? 从你六岁开始, 我每个月都会会你的生活费。 妈拿到钱后, 会抱着你跟我视频, 结果呢? 你却说从未花过我的钱。 我冷眼看他, 你刚才不是叫我白眼狼吗? 我为什么要请你? 王萌连忙打圆场, 说他请客, 给孟萌点了一份和我一样的饭。 很快, 三碗素面就上来了, 孟萌一看, 只有几根青菜和面条, 当场就不愿意了。 这次王萌没有惯着他, 而是与我一起吃起面来。 我挑起面, 津津有味吃起来, 我已经明白几轻让我吃饭的用意。 一来和孟萌做个对比, 二来王萌是我爸妈联系的, 我与他一同回去会让他们产生误解, 以为我会对王萌说他们的坏话。 孟萌见我不管他, 只得一口口吃起来, 最后实在吃不下去了, 剩了大半在那里。 我和王萌将光盘行动实施到最后, 吃完饭, 我们回到以前的老房子。 我爸一见到我和王萌在一起, 上来就要打我, 你这死丫头, 你给记者同志胡说什么了。 王萌及时将我拉到一边, 孟先生, 我叫孟贝威一起回来, 是想同时采访你们, 这样更公平一些。 我爸指着我, 怒道, 这死丫头当时拿来医生诊断书, 说活不了多久。 我还花钱带她去医院做检查, 现在才知道那医院既是也有股份。 当时, 我想着她早晚都会死, 还不如做件好事, 将眼角膜捐给小几总。 孟先生, 事实证明, 孟贝威这个病只要治疗, 是可以将身体养得不错的。 王萌直皱眉, 你们当时就没想过花钱给她提供治疗吗? 毕竟当初你们的家境还是不错的。 医院都给她下最后期限了, 给她治病不是白花钱吗? 我忍不住插嘴道, 我从小到大赚的钱, 以你和我妈的水准, 足够养三个我了。 在你们眼里, 我就是个赚钱工具吧。 我是生是死, 你们并不关心。 我爸冷哼一声, 你是我的种, 你的命是我给的, 再者, 当初你就算死了, 也是病死的,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王萌听到这里说采访到此结束, 说着就想带我走。 你不能带他走, 我妈病了, 没人给我和我爸做饭, 他必须留下。 孟贝张开手, 挡在我面前。 我掏出手机按在报警键上, 王萌也乘机说出不让我走是违法的。 我爸健壮勉强同意我走, 但让我交出银行卡和密码。 没有, 我这半年的治疗费都是计加出的, 你是我爸, 这笔账不是应该你帮我出吗? 滚滚滚, 要不是你这个败家子, 我也不会破产。 我爸打开门, 让我滚。 我停下脚步望向他, 爸, 你破产是因为你偷税漏税, 又东摩西补地让流动资金短缺导致, 和我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你在网上败坏我名声, 怎么会没有人肯给我借钱? 他双眼通红看着我, 你对自己的女儿都这么苛刻, 谁敢给你借钱? 王萌在旁边忍不住开口, 我爸恼羞成怒, 手指大门, 我家的事, 关你什么事? 滚。 王萌拉着我就走, 出来后, 我向他道歉, 如果不是他帮我说话, 也不会被我爸骂。 没什么, 我也要回去了, 节目播出时, 我告诉你, 他拍拍我的手。 几天后, 电视台播放了孟伟到公司楼下拦我的片段, 我爸亲口说用我的眼角膜换订单的镜头拍得相当好。 第二天, 我就感受到食堂打饭员的热情, 饭勺下去满满的全是肉。 我以为从此之后, 我爸妈就不会再来找我。 没过多久, 我妈打电话叫我回家。 我早将父母的电话号码拉黑, 我妈用一个陌生号码打电话来, 说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 这么多年都没给我好好过过, 想让我回去全家人聚聚。 或许我爸妈早忘了, 我的生日早就被他们改过了。 我好心提醒他, 我的生日在下个月, 当初你和爸为了省幼儿园的钱, 上户口的时候, 直接将我的生日写大了一个月, 让我早上学。 妈, 我们现在闹成这样, 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贝薇,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的孩子啊。 你真的不要爸爸妈妈了。 我没有问他到底想做什么, 而是挂断电话, 将这个陌生号码也拉黑了。 济清想派人到国外开发市场, 问我想不想去。 我父母都破产了, 我也得偿所愿, 就同意去国外工作。 出国没多久, 我就收到济清给我发的邮件, 上面说我妈被追债的卡, 我爸妈一直认为是我害的公司破产, 后来我上了电视, 他们的名声更加臭了。 那次, 我妈打电话叫我回去, 说是为我过生日, 实则是想将我卖给一个中年男人当老婆。 或许是我从小到大太听话, 让他们以为闹成那样, 只要说几句软话, 以给我过生为由, 就能将我叫回去。 我父亲向买家要了二十万, 结果, 我不但没有回去, 反而出国了。 买家到我家向我爸要钱, 才发现他早将钱赔完了, 不甘心之下, 拿出刀子, 想吓唬他, 将钱要回来。 我爸却以为对方动真的, 直接将我妈推了出来, 正好推到那刀子上。 本来及时治疗就可以治好, 但他为了省钱放弃治疗, 我妈因腰椎断裂, 再也无法行走。 几青在邮件里说, 我爸推着我妈到公司去闹非要见我, 他们得知我在国外上班后, 还问几青要我在国内的工资。 我知道几青等事后才对我说这些, 是想让我对父母死心, 不要再对他们抱有希望。 但是我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几青的头上, 我爸妈见不到, 我肯定还会再去闹, 再被有心人利用, 到时会影响济世和几青的名声。 我决定回国, 给我爸找些事做。 下飞机后, 我直接回到老房子附近, 等我爸出门后, 我回去见我妈。 我妈坐着轮椅来开门, 一见是我便怒道, 你回来做什么? 劝你和我爸离婚啊。 他没事就到我单位闹, 我还不能给他找些事做。 我掏出是先找的资料递给他, 我也是为你好, 你难道还想贪一辈子? 不离婚哪来的钱去治病? 我这病还真有救。 他眼中蹦射出希望, 回来之前我联系了医生, 你这病需要及时治疗, 不然, 后半辈子真的需要在轮椅上度过了。 我妈这病要是再不治, 以后真就没有机会了。 那个断绝关系的协议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我可不想以后被法院强制照顾他。 我爸妈虽然破产了, 但是家里的房子还在。 没错, 他们又在装穷, 几轻帮我调查清楚, 家里那个大平层压根没有卖掉。 既然我爸抱着以后向我伸手的想法, 我不如先将他的胳膊给剁了。 就我爸现在越来越暴躁的性子, 我怀疑他有家暴倾向。 我伸手扯开我妈的衣服领口, 果然, 他身上全是被打的痕迹。 现在, 我爸就开始家暴你, 等以后你彻底动不了, 他会好好对你。 你现在去告他家暴再提出离婚, 分来的钱还能治病, 总比现在坐轮椅强。 他撇了撇嘴, 当女儿得给妈出医药费是应该的。 我是想给你出钱, 不过, 你和爸的贫穷教育把我弄得不仅仅是肾衰竭, 我精神也出了问题。 我咧嘴一笑, 你也可以跟爸说一声, 他再到我们公司去闹, 把我惹急了拿刀砍他也没事, 毕竟神经病杀人不用坐牢。 他惊讶地看着我, 一脸不信。 不然我为什么要出国? 国外的环境更适合我养病, 要不是爸老到我们公司去闹, 我也不会在治疗最关键的时候回来。 我从包里拿出病例复印件, 上面虽然全是英文, 但我放在包里的菜刀手机壳, 不信他看不到。 那手机壳果然逼真, 瞬间把我妈吓愣了, 我又冲她邪恶一笑。 这个笑容我可是练了许久, 连几轻看到都说我像个疯子。 见我妈看我的表情越来越惊恐。 我将包包往肩上一甩, 我回去了, 复印件就放在这, 我爸回来让他看看, 告诉他惹急了我, 半夜我一把火点了这个家。 没多久, 梦伟便来找我, 说爸妈要离婚却没人愿意要他, 问我能不能收留他。 你马上该上高中了, 三年后上大学与他们又不在一起, 怎么会没人要你? 梦伟一脸叛逆地说还能为什么, 父母觉得他不听话, 都不愿意要他。 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感, 毕竟我爸妈是在我小时就开始装穷, 我前世的悲剧也不是梦伟造成的。 最初, 我还以为因为他是男孩, 所以才能得到很好的待遇, 现在看来, 我爸妈只是爱他们自己。 我带梦伟去找爸妈要他的抚养费, 上楼之前我先报了警, 一到家门口, 发现他们正在带人看房。 我将中介拉到旁边询问, 得知家里的大平层已经卖了。 我刚进去就听见我妈跟梦伟说, 他的腿不太好, 所以才让他跟着我爸。 这臭小子上次还敢打我, 既然他这么护着你, 肯定要跟你这个妈。 我看着表情麻木, 双手却钻成全的梦伟, 忍不住拍了拍他。 我伸手问爸妈要梦伟的抚养费, 并承诺会用这笔钱供他读完大学。 我爸一口拒绝, 凭什么给你钱啊? 你现在都成年了, 又是梦伟的姐姐, 抚养他也是应该的, 他可是跟你一个性。 我气笑了, 就因为我们无法选择父母, 所以遇到你们这种不负责的父母, 就要自认倒霉吗? 不然呢? 我爸得意地看着我, 等我们老了, 你们还得养我们。 我从小捡破烂赚钱给家里买菜, 他从小在大平层住着, 吃穿皆是名牌。 我一直梦为, 我以为你们爱这个儿子, 结果, 你们现在连抚养费都不愿给他出。 就因为当父母的不用考试, 你们就为所欲为了吗? 法律规定,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就在这时, 那对看房的夫妻站了出来, 你这孩子掉钱眼里了吗? 动不动就是钱, 怎么不想想你爸妈卖了房子都没地方住了? 我看了一眼打扮时髦的他们, 你们买下这老房子, 也是为了在孩子面前装穷吗? 每个月连生活费都不给, 还让他们减费品赚菜钱给你们吗? 梦为这时开口, 我从小就听我爸妈说, 他们有钱只是不想给我姐花。 姐, 对不起, 其实我从六岁起就知道, 你每个月给我打生活费, 不过, 妈说, 你的钱就是他们的, 我也就这样以为。 他对着我哭了起来, 搬来这里住后, 我也问了院子里的爷爷奶奶, 知道了你小时候过的生活, 我错了, 当初不应该说没花你的钱。 这时警察也过来, 我爸妈不给抚养费属于民事纠纷, 他们也只能调解。 我都已经做好公孟伟读书的想法, 没想到, 一个悄悄热起来的匿名帖子, 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以知情人的身份揭露我向破产父母要钱的丑陋嘴脸, 说我不孝顺, 父母连最后的窝都卖了, 我还问他们要抚养费。 我上电视的是知道的人不少, 立马就有人帮我说话。 大家关于父母装穷教育的这件事, 又展开一番讨论, 而发帖的人也找出来了。 原来是当初买房的那对夫妻, 巧合的是, 他们当初买下这套老宅, 就是为了在儿子面前装穷。 那夫妇的儿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住在山里, 来到城里本来就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钱。 他们这一招, 那孩子也像我小时候一样, 去捡废品补贴家用。 那天去的中介刚好录像了, 他将视频打了马赛克发出来, 大家才知道, 我是为了弟弟出头要抚养费。 我的父母又一次出名了, 不过, 因为我妈至今还坐轮椅, 网友攻击的主要是我爸。 最后他们离婚时, 商量给孟伟一次性二十万, 以后他上学, 结婚就不再给钱了。 孟伟找到我, 让我帮他存钱, 姐, 我明年十六岁就可以办银行卡了, 你帮我保管一下, 到时候再给我。 你不怕我给你贪了? 我笑道, 他说的肯定, 我知道你不会。 我帮孟伟联系了一所寄宿学校, 本来想着寒暑假接他和我一起住。 他拒绝了, 姐, 我也想打暑假工, 到时你有时间, 我们吃顿年夜饭就可以了。 我让孟伟不要有心理负担, 那二十万是父母给的抚养费, 哪怕他们现在不管我们, 等他们老了, 我们还是要付赡养费的。 他望着我狠狠点头。 开学前, 我带着孟伟一起做了个花钱计划, 让他一日三餐必须吃好, 不然以后身体垮了, 医药费比现在支出的伙食费还要多。 并告诉他, 钱是以后他步入社会努力赚来的, 不要牺牲现在的学习时间, 成天想着怎么赚钱。 孟伟住校前问我, 姐, 你现在后悔当初全心相信爸妈吗? 在孩子的眼里, 父母是最爱他们的人, 像爸妈这种例子还是少数。 或许在他们心里, 为了我, 有钱也不能光明正大的花, 也是在吃苦。 但是他们低估了自己的贪婪, 当尝到我小小年纪就能赚钱的甜头后, 收不住的炫耀让他们迷失了自我。 当我有前世的记忆后, 就重新开了个手机号加我妈的微信。 我以前的微信号只能看到她朋友圈哭穷, 而新的手机号从我妈的朋友圈中, 看出她的真实想法。 或许是有她认识的人看到我穿着太寒酸, 因此, 我妈在朋友圈大发装穷教育孩子的例子。 我出来历驾时, 为了节省卫生巾, 猛喝凉水, 再次来历驾时, 疼得我在床上打滚。 我妈拍了视频发朋友圈, 真想告诉姑娘真相, 她爸妈不穷, 用不着这样省卫生巾。 不过想想,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十岁那年, 第一次买冰棍被我爸踢翻在地那天, 我妈发朋友圈, 小孩子肠胃不好, 不能吃冰的。 随后又晒出一张她和我爸 吃哈根达斯的照片, 配文要吃也得吃贵的。 我六岁那年元旦, 我妈说她满头卷发是用火钳子烫的。 她拍下我满眼羡慕神情, 发朋友圈真怕傻丫头用火钳子烫头, 还好我用心良苦让她看了次火钳烫猪皮, 将她吓住了, 不然她烫伤又得花钱买烫伤药。 或许最初他们的初心是为了我好, 但随着我的年龄增大, 认识我的人多了, 我妈有种会教孩子的显摆心理。 我的董事为家里做的一切, 在她看来都是他们教育的好, 却不知道这一切, 对我造成的伤害不仅仅是心理和身体上的, 还有眼界。 我从小受父母的贫穷教育, 性格自卑又没自信。 哪怕济青向我表白, 我也不敢接受。 我们对金钱的认知不一样, 她带我吃八百元一味的自助餐。 我直接拒绝, 因为我的饭量怎么吃, 也吃不回本。 济青的想法是让我尝试一下各种美食, 能不能吃回本无所谓。 我从小身处贫穷中, 长大了哪怕赚钱了, 我也不会花钱。 无论买什么, 我第一反应就是值不值, 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会让我心痛。 穷酸, 也许会成为我一辈子的诅咒。 被穷养大的孩子内心也是贫穷的, 哪怕我现在物质上不缺什么, 表面也很光鲜, 但我很难感受到内心的快乐。 我明确地知道我和济青是不同的人, 所以拒绝了她的表白。 不过之后发生了一件事, 我想尝试与她交往。 济青帮我给孟伟联系的学校, 我说请她吃饭以示感谢。 没想到刚从公司门口, 一女人冲过来, 对着我的脸就将手中的液体泼过来, 死女人, 要不是你嘴贱, 也不会害我离婚。 在她胳膊抬起的时候, 济青就将我搂在怀里转身, 她的背帮我挡住了泼过来的液体。 旁边的同事看到连忙将女人控制住, 我连忙转身, 才发现济青被泼了油漆。 济青小心护住我, 生怕有油漆粘到我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而穿着短袖的她, 胳膊, 头发上全往下滴着鲜红的油漆。 我看到济青的脸上都出了汗, 想帮她擦却被阻止, 不要碰, 别弄到你手上, 你对这些过敏。 那一刻, 我破防了, 我不敢想这要是硫酸, 现在的济青会是什么样。 她在液体没泼出来之前, 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 出于本能护住我。 我什么也不敢做, 只能全身发抖地陪在她身边。 同事帮我们报了警, 并叫来救护车, 我陪在济青身边, 直到济总赶来, 让我离开。 不等济青开口, 我对济总说, 我知道我和济青们不当, 互不对, 但是我喜欢她, 只要她同意娶我, 我愿意签婚前, 财产证明, 以后哪怕我和她走不到白头, 我也不会要济加一分钱。 还在清洗地济青默默地拉住我的手, 对你自己有些信心, 我们能走到永远。 因为我们来得及时, 加上济青背对着那名女子, 所以她只是感觉到刺痛, 并没有吸入油漆, 也没有中毒现象。 而警察也调查清楚, 那个女人正是当初买我家房子的房客, 由于我出言对她心怀怒气, 便在网上匿名抹黑我。 后来她被大家人肉出来, 她孩子也知道父母在装穷, 不仅如此, 还影响到他们夫妻的工作, 那男人最后提出了离婚。 我爸知道这件事后, 与这个女人经常一起喝酒买醉, 那天也是在她的挑唆下, 她一上头, 买了油漆就到我公司门口蹲守。 在得知她要为此坐牢时, 才哭喊着是我爸引导她这样做的。 我找人将我爸手里有闲钱的事说出去, 没多久就听说她被人套路投资, 将手里的钱都赔完了。 我妈离婚后拿着钱去做了手术, 还是因为时间有些晚, 手术不是很理想, 但终于可以不用再做轮椅了。 她听说我爸的时候, 火速拿着剩下的钱离开这个城市。 我知道我爸会惦记上孟伟手里那二十万, 在征得孟伟同意后, 我托关系将她转到别的城市求学。 大学毕业后的孟伟会不会联系我爸妈? 我不知道。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给她创造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让她健康成长。 而我与季青也准备谈个恋爱。 我有信心, 有她陪着, 我会变得更好。 和美丽晗丹亚、 和美丽晗丹亚和素vat规定。 和美丽Lyus, 和美丽晗丹亚、